7月还没结束 中国已经在南海前后进行两次大规模的军事演习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前主任赵启正今早小媒体透露 这是因为中国要对美国和日本以及周边国家 平靡在南海军演的一种回应 对中国当局的南海的军事平衡和不平衡 我们持有努力 因此这种演习是对美国这种演习 以及美国和日本 还有我们周围的一些国家联合军事演习的 一个reaction和反应 张启正也表示 如果双方都在军事演习选择后退时 那么中国就不会再继续坚持